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老司 那今天遊玩的遊戲是逆轉裁判123 成步堂精選集 那之前 阿老司在去年已經錄過第一集了 那我們現在繼續遊玩下一個劇情吧 GO 啊對了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Twitch 你看 那個檔案幾乎還是去年的 有沒有 可憐啊 好 來吧 那第二張是逆轉結面 哈囉 其實我下午有在FB跟Youtube的社群有公佈 然後想說今天好像可以很早下班 想說來錄一下開台逆轉裁判 試一下水溫 那這一集的章節是逆轉結面 改個標題好了 等我一下 第二張逆轉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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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吧 喂,我是Lindy 喂,是我 啊,千虛姐,怎么了 难得接到你的电话 抱歉,因为我最近太忙了 你最近还好吗 真是的 这样帮我这个可爱的妹妹丢着不管 真的太过分了 开玩笑的 放心,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的生活了 哼哼,一个人的生活 是吗?谢谢你 其实,今天打发给你,是有一件事想拜托你 啊,我知道了 你又想帮你保管政务吧 你猜得真准 这次的事件弄得有点大 所以在开庭之前,我不想把东西留在自己身边 哦,那这是什么东西呢 是时钟 时钟? 对,它的外形是一个沉思者的雕像 但是 他会说话哦 你应该还喜欢这种像玩具一样的东西吧 啊,你有把我当小孩子干的 哼,对不起哦 啊,不过这个时钟现在是不会说话的 咦,为什么 好无聊哦 因为我刚把时钟里面的机械构杖拿掉了 又放了一些文件在里面 文件?那些文件就是这次的证物吗? 嗯,感觉好像真的是很重要的文件呢 今天晚上9点左右 可以请你到司务所一趟吗? 我想今天的会议 大概给他那个时候 姐姐 那下次你要请我吃好吃的东西哦 啊,我想吃味噌拉面 味噌拉面 好好好 就吃 就去我们常吃的那间拉面店吧 太棒了 我说好的哦 姐姐,晚点见 嗯,晚点见 真消 刚刚的通话内容已经录音 9月5日上午9点27分 好,这边的时间点都很重要 刚刚有红字的剧情都很重要 最起码还有你看 呃呃呃呃,谢谢 呃呃呃 没关系啦 反正就是四个随分 好 因为我自己会玩的话 是因为 画面重置 有些对话好像会不太一样 所以我玩的话 基本上 不会说很无聊 对啦,好 明日时间学 不是啦,要那些文件的 很抱歉 没办法交给你 因为那个东西不在这里 没时间学 看来你不太会说谎哦 那些文件 不就在那里吗 就在那个城市整里面 我,为什么你会知道 冬君呢 你不知道吗 收集钱包 就是我的工作呀 哇 哇 太大意了 哼 还有 虽然有点不忍心 必须 请你跟我做个约定 那就是 这要怎么练啊 我是不是练错了 感谢,感谢 你这样留言 让我太感动了 我没有不要上班 你是人班的嘛 对不对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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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5日下午9點8分 林里法律事務所 剛剛被襲擊的女生就是這個事務所所長 主角是沈牧場農醫就是這個事務所性進的員工 沒想到竟然蠻這麼晚 奇怪 所長回去了嗎 明明就說妹妹會來玩 還說要一起吃飯的 這是 什麼味道 血 鑑勳撿 離開這裡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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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最重要的是隆心為什麼會有血的味道 OK 所以其他不是重點 所以去這個門嗎 然後咧 喔 喔 知道了 法庭紀錄 是不是這個 返回 離開這裡 所長是 OK 我這畫面變得好精緻喔 好不習慣 是 嗜血的味道 嗯 姐姐 有人在裡面 所 所 所長 我把昏厥過去的少女抱到事務所的沙發上後 在這口料的手長身邊 雖然身上還留有餘溫 我扶著她的想法 很清楚感 感覺到長 長久的體溫 但是 這邊體溫 正快速一點 從我的手中流失 是 手掌 我先調查 上面沾了大量的血 真是諷刺 等一下喔 這個沉思者啊 始終就是 三一章的重要證物 這東西又多做一條人命 而且 這隻是所長的命 喔 這調查過會顯示這樣 好 可以拖移那個 OK 事務所前面有一棟大樓 是一間叫做 板東旅館的商務旅館 第三種大大小小的玻璃碎片 看來是玻璃做了立燈 破掉後所留下的 畫 書 椅子 OK 椅子不是重點 牆壁應該也不是重點 好 再來就是屍體了 雖然看到這個傾向 讓我很難過 但調查還是必須進行的 酸的頭 被人用盾氣毆打 我猜 可能是當場斃命吧 掉在遺體旁邊的沉思者 應該就是兇器了吧 OK 接著 所有的遺體周圍都是玻璃碎片 是那個倒在地上 玻璃製立燈的碎片嗎 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人做線索的東西 嗯 有張紙條 從千群卷身上掉下來 不知道是什麼 不是 剛才沒有就沒有 喔 這張小紙條上面 有寫書在上面 針銷 這是千群姐 寫的字嗎 這個紙條是百貨公司的數據 是准利開利的 你竟然真悟 OK 我想暫且 就先掉在這裡吧 可以趕快報警才行 而且 那個女孩 也很低人在意 OK OK 所以 應該 應該調查完了 OK 好 這邊再調查一下 這是靈隱法務 法律事務所的帳簿 上面寫了很多數字 應該都是所長寫的 雖然是間小事務所 但是似乎撞得不少 呵呵 呵呵 其實說實在 他不擅長操作電器類的東西 像這台電腦 他基本上 作為拉 說發有一件 機型很好救 聽說是人家不要 送給他的 對了 總之趕快報警吧 這支電話 有點奇怪 話筒的螺絲 有幾個沒有鎖 感覺好像只鎖到一半 沒有鎖警示的 乖來人哪 警察先生快點來啊 這 怎麼了 從對面大樓 衝入床的叫聲 啊 原來是女聲 呵呵 沒錯 他 他一直在這邊 盯著我看 手上 好像拿著話筒 OK 幾個螺絲沒有鎖 是被人家拆開來過的意思嗎 痾 最近的調查報酬 最近的判決案例 全部都被鬼檔放好 好 OK 就這樣吧 紙條 等一下喔 這個紙條 不是重點 離開這裡嗎 等一下喔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切換場景 看一下大樓外面 OK 好 切換場景 不不不不 離開這裡 好 先出去 剛 剛 剛才那個女孩 跑到哪裡去了 我 不是讓她躺在沙發上嗎 馬上她 逃走了 哇 別嚇人啊 那個 是否 是否可以告訴 你的名字呢 你放心 我是正在事務所的人 曾宵 林里曾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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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宵 曾宵這個名字 難道 千薰姐寫下來的 就是她的名字 把那張索序出示給她看看吧 沒想到在法庭上學到的技術 在日常生活中 也會用到 我們先交談好不好 好 先詢問狀況 那個請問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到事務所的時候 房間整個都是暗的 然後姊姊已經被人 已經被人殺死 殺死是吧 所長的關係 你是所長的 妹妹 這麼晚的 你是來找她的嗎 是 姊姊希望我幫她 保管證物 證物 是 是 就是那個 沉思者的時鐘 OK 是出事嗎 對不對 光臨 那個 沉思者 我 我不要看 這些就是被弄的東西 現在問她凶器的事 可能不太好當 這個 還是給她看我的 歷史 偽章 天雲姊在去世之前 用她自己寫的 自己的寫留下的文字 寫到書序的背面 是 是我的名字 為什麼 姐姐她怎麼會 你 你冷靜點 為什麼 姐姐她要寫我的名字 你 你這樣看 我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這是 逆轉 裁判就是 有很多的內心系 對 這款是很自 很超自然的遊戲 是 是警車 警察 不准動 我是 新 四哥的戲劇 戲劇 要念劇還是劇啊 我們接到 對面旅館客人的報案 說 莫 莫吉到 一起兇愛 所以才敢來 嗯 這樣配應該比較好 總之 你們不可以亂動哦 請問你們一下 你們知道他們寫的真相 是什麼意思嗎 那 那個是 是我的名字 是 什麼 這一定是被害人又寫留下的訊息 他在斷氣的前一刻 執著了犯人的名字 不 不是我 你已經跑不掉了 聽不到警局一趟 咦 咦 OK 健行儉儉的妹妹 啊 真相就這樣被警方緊急逮捕了 而我也接受了證訊 被放出來時 已經快天亮了 雖然臉皮 十分沉重 但此刻我實在也無法休息 據我所的會面時間一到 我立刻就去找真相了 請問是由妳來當任我的浴師嗎 這..這個..我才不要咧 當然是喔 欸..欸..當然是喔 總之現在最重要了 就是讓他打起精神來 當然是..所以你要打起精神 這樣子啊 為什麼..他的表情這樣變得更殘心啊 這..怎麼了..難道由我當律師 會讓你感到不安嗎 因為.. 你一定不會相信我的 那時候律師先生看我的眼神 像是在說 這個傢伙就是犯人 那時候的我 是用這樣的眼神看他的嗎 不不不不 並沒有這回事 沒關係的 你不用解釋 嗯..而且我已經聽說了 嗯..聽說到什麼 就是上次我跟姊姊在電話裡有聊到 今天啊..欸..是我的下屬第一次出庭喔 喔..是啊..那結果怎麼樣呢 該怎麼說呢..真的是鬧著天荒地覆 說真的..我很久沒看過這麼誇張的法庭了 啊..這樣啊..所以這位下屬沒什麼能力囉 她是個天才 我覺得她的印象 是..可怕的吐槽男 但唯一謙虛的就是驚艷了 是喔.. 那如果有一天有發生什麼事 就拜託她好了 天好了..真小 現在還不行 再等三年吧 如果你真的想後判無罪的話 呵呵呵.. 呵呵.. 這麼不相信陳副長啊 姐姐是這樣說的 啊..對..對不起 我不該說這麼思理的話 不..不..不..沒關係 畢竟你說的都是事實 不過..我還是不能放著不管 絕不能讓害死千辛節的人 笑到法外 瑞士先生 好..我們先交談 嗯.. 那個..自從我一見到你 就很在意一件事 是.. 你為什麼要穿這種衣服 啊..這個嗎 這個是新手修行者穿的一種裝束 新手..修行者 你究竟是.. 啊..我可不是什麼可疑的人喔 我只是個..修行中的靈媒師 靈..靈媒師 是否可以請你告訴我 事發當天的情況 好的 嗯..那天早上姐姐打電話給我 要幫她保管這次的證物 這..證物 是的.. 誠實者的時鐘 就是死章做的那個東西 死章是上一章的 沈木堂的..小時候的朋友 不過..那東西為什麼是證物 嗯..這個嘛 啊..我想起來了 你想聽聽姐姐當時說的話嗎 欸..有..有辦法嗎 嗯..那個只要拿我的手機 就可以聽到當時的對話內容 啊..你有錄音啊 是的..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刪除 OK..先問靈媒師 先問靈媒師 原來你是修行者 中的靈媒師啊 是的.. 靈媒家 是個靈力特別強的家系 尤其是女性 等..等等 你說..靈媒家 反倒說..千勳姐也是 當然喔 她有一天突然離開家鄉 說要去當什麼女強人 不過姐姐她的靈力 可不是蓋的喔 我..我完全不知道 千勳姐她竟然 嗯.. 等..等等 怎麼了.. 你..真的是靈媒師吧 是啊..雖然我還在修行中 既然這樣 你把千勳姐的靈魂叫出來 不就好了嗎 直接問她本人 究竟是被誰殺死的 對..對不起.. 因為..我還只是個新手 所以還幫不到那種事情 唉.. 果然沒有那麼容易嗎 錄到你手機中的對話內容 趕快給我聽聽吧 好的 欸.. 對了.. 電話已經被那位行警拿走了 對不起.. 喔..是喔 呵呵..這什麼據點啊 呵呵.. 我知道了 這次我遇到刑警先生 再幫你問問看 那..為了不要忘記 我幫你留下紙條吧 好..謝謝你 OK..好 那個..我覺得有些證物是新的 以前沒有 嗯..怎麼了 不好意思..有件事情想要拜託你 這是一位非常知名的大律師的柱子 是姐姐以前留給我的 她說如果有什麼困難 只要拜託這個人就沒問題了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請她來幫我出庭辯護 好..接受 嗯..好啊..我去幫你拜託她 謝謝你 因為..我也沒有其他可以養愛的對象 對了.. 呃..不..對不起..被錯 對了..你的父母呢 嗯..好吧..交給我吧 拜託你了..明天早上10點開庭 欸欸欸..明..明天 是..如果被這個人拒絕了 該怎麼辦 如果這樣的話 聽說會有國家指令律師 來替我進行辯護 什麼時候要回覆 他們說可以等到今天下午4點 跟後面時間結束的時間差不多 已經沒剩下多少時間了 好吧..我幫你再來 好吧..我幫你再來 是否可以請你告訴我 四方當地的情況 算可能會讓你想起一些不開心的事 沒關係的..請別介意 最近我一直都在重複講這件事情 所以我好像有點習慣了 嗯..那今天早上 姐姐打電話給我 欸..這邊.. 欸..這邊已經.. 喔..對不起.. 那時候事務所的燈都沒開 之後我聞到血的味道 然後..就看到姐姐她.. 我..我知道了 好了..不要再說了 好的.. 那..可以出示什麼 咦? 同事 你說上面寫著我名字的那張手據嗎 為什麼上面.. 會寫你的名字呢? 我不知道 那個..你相信我嗎? 相信 為什麼呢? 你不會懷疑是我殺的嗎? 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你什麼態度 應該是吧 9月6日某時刻林立法律事務所 有好幾個機關現在聚集在事務所裡 看到我們一個人都忙著在調查現場 喂 這裡是不能進來的 記得你的名字是史中先生是吧 我是陳不堂 啊對了對了對了 記得好像是這個名字 史中是殺人犯的名字 我搞錯了 奇怪 我記得他已經貨胖無處了才對啊 呃你的名字是 這是規矩刑警 矩矩刑警 矩矩刑警殺鬼 我叫矩矩 喂 我叫什麼名字跟你無關啦 你的名字叫矩矩歸借 但不准你直接叫我的名字 喂矩矩 趕快過來幫幫忙啊 啊是 我我馬上過去 還記得你是個律師對吧 有什麼事想問就快問吧 太好了 他誤以為我是正下的辯護律師 叫矩 請問青群姐已經有做過解剖了嗎 怎樣你想知道結果嗎 你不要用那個眼神看我 好吧 畢竟他是你以前的上司 進來看看報告書吧 手上時刻是9月5日下午9點 遭盾器毆打一次即刻斃命 那個 關你正下的事 嗯 很奇怪在法庭生理的那一天 雖然對你很抱歉 不過你是覺得贏不了的 為 為什麼 因為檢方這是任命 預見檢察官 作為這次事件的負責人 預見 這究竟代表什麼意思 我想只要是律師都曉得吧 預見檢察官 沒錯 就是預見林氏 你該不會不知道他吧 為了獲得有罪的判決 刻意不擇手段 是個沒血沒累 如惡魔般的檢察官 沒錯吧 那個人並沒有現在做得這麼惡劣 不過總之呢 這樣一來可以說是順負以定 預見檢察官 年輕20歲就成為檢察官 這都從來不曾吃過敗帳 我聽問他不少傳聞 一如暗中與犯人交易 或是偽造證據 他對犯罪這件事 可以說是飢餓如醜 沒想到 竟然這麼快就遇上他 好 調查 老舊電影的海報 好 來 我們來出事吧 那個 光予理你的真相 他的手機 嗯 先的保管在我的手中 是否可以請你 把手機還給我 太可疑了 該怎麼辦 欸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啊不 這個 我想請你先生 也能理解吧 不 我一點都不能理解 靠北我剛剛選錯對不對 正在電話裡 藏著一些少女不可告人的秘密 例如像是藍朋友的電話等等 哼 你別小看我們這些警察了 被記錄在手機的號碼 我們全部檢查過了 警..警察好厲害 動作竟然這麼快 好吧 算了 還給你吧 畢竟經過調查 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電話號碼 請回了燈銷的手機 可以在法庭記錄中 聽取被錄音的對話內容 你問完了嗎 非常感謝你 我差不多該回去了 啊對了對了 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我猜疑下你會做的事 就是去找那個目擊證人 問他一些事情 但這麼做也是沒用的 被他這麼一說 我才發現把他給忘了 莫及證人 我是說 松竹梅士小姐 你千萬別想從我口中 得到他的情報 我是絕對不會說的 原來 他叫松竹梅士啊 誒 對沒錯 他很好呼嚨 警方應該已經讓他回家了吧 可不可以想看我們警方啊 我們已經讓他下令 在審判之前 不可甚至外出 也就是說 他現在還在對面的旅館裡 哇 警察 真是太厲害了 你知道就好 好 趕快去旅館看看吧 哈哈哈哈 傻眼 呃 還有什麼可以交談 等一下出事 出事一些 其他東西看看 在伊底附近 是否有撿到一張紙條 喔 你這上面寫著 犯人名字的那個東西嗎 那些字 確定是千群姐寫的嗎 很遺憾 在路子狀況下 無法做筆記 筆記鑑定 沒有證據可以證明 是千群姐所寫的 OK 這個很重要 是OK 這個應該不用 這個也不用 出事 現場有一片玻璃的上路一滴對吧 喔 你說那個啊 有玻璃做的立燈 倒在伊底附近 那些玻璃就是那個立燈破掉的碎片 OK 這是確定的 關於這個東西 你們有做過調查嗎 那是群姐 是一尊小雕像 欸 怎麼連這位行警都說這個 始終是一尊小雕像 怎麼覺得這個始終一直帶來 很多的不幸 那是什麼 很抱歉 我沒有什麼資訊 可以提供給你 OK 好 可以了可以了 來 你的手機 我幫你拿來了 那個 可以輕輕播放姊姊的聲音給我聽嗎 謝謝你 OK 好 欸 好 先去榜東旅館 找那個目擊證人 哎呀 你來了 啊 是 你是律師對吧 警察先生 有打電話來過喔 他說 不准把任何事情告訴他 那個群姐 怎麼還多管閒事 好像在看電影一樣 還每次感到有點興奮呢 欸 你稍等一下喔 我有去化個妝 恩 什麼恩啊 先調查再說 看得知道這個很可疑 有隻螺絲其實卡在抽屜裡 不知道裡面發些什麼 看一下好了 喂喂喂喂喂喂 你在幹嘛啊 誰說你碰的 哈哈 討厭啊 怎麼可以上次看人家房裡面的東西呢 沒事真不敢相信 他 他剛才有了聲音 臉色大變啊 不知道那個搓地 裡面放什麼東西 有酒 OK 進物畫 我我怎麼覺得這這幅畫有點猥褻啊 是我看錯了嗎 這是一個男生嘛 裸體男生對不對 OK好 再跟他交談吧 按鍵發生的時候 你覺得看到了什麼 可以說給我聽嗎 唉呦 你幹嘛那麼嚴肅啊 那我們放輕鬆一點嘛 請問一下 按鍵發生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看到什麼寶貝 能不能把你看到的事情都告訴我呢 不一樣 你想知道的話 明天上法庭再告訴你吧 OK 不准說 哇 你現在是想要把妹嗎 不 不是啦 我是為了工作再度調查 唉呦 真可愛 這麼害羞喔 哇 像這輩子也沒有那麼豪酷 咳咳咳 欸 請問你是做什麼工作的 不告訴你 白癡嗎 我怎麼能告訴你 那個 桌上兩杯酒杯 有人跟你一起住嗎 哇 好厲害的推理喔 你是不是名偵探啊 呃 不 沒那麼厲害啊 如果是偵探的話 不如去放熱車找線索吧 明天是最討厭這樣 人家這樣挖人秘密了 OK 這個玩八蛋 出事 欸 欸 不行出事喔 按錯了 有了 OK 全部都不理我 OK OK好 唉 大律師還沒回來喔 沒辦法了 這我等一下再來了 咳咳咳咳咳 喔 這個合作者 聽起來最像厲害的大人物 喔 是你嗎 聽說有人在等我回來 啊 是 欸 可是我們沒有出發到這個劇情啊 喔 算了不管 看你臨口上的徽章 原來你也是個律師啊 呃 是的 那 那你是來做什麼的啊 我最近比較有空 就來聽聽你的故事吧 最近比較有空 那為什麼一直連路不上 嗯 怎麼了 我心與宇宙之界 平常不給你這種機會的 那現在決定給你一點時間囉 你懂意思嗎 那 那個 我是來跟你商量靈體真肖小姐的事情 靈體真肖啊 唉 嗯 我可是很忙得到這個小弟 突然要我明天上法庭 才是幫不到的 請等一下 為什麼你會知道 是明天要上法庭呢 呃 總 總之 不行 這個按鍵 我是絕對不會接的 怎麼會這樣 跟我聽說不一樣啊 這樣叫我回去 怎麼跟真肖交代 先調查一班 對 沒錯 明明就是安西教練 這裝潢好漂亮喔 不成長出來過的 總而言之 他的房間就是貴 一個字 為什麼要拒絕呢 請告訴我理由 呃 不就是 我太忙啦 這個委託人 是 以你千羽小姐的妹妹 呃 嗯 嗯 千羽姐 她是信任你 曾經她妹妹交給你照顧的 呃老色請不讓您說 我 我也知道 但是 很抱歉 我不能接下這個委託 真是過負的人 好吧 我知道了 已經沒時間了 我去找別人 你 你 你剛剛說了什麼 我說 沒有用的 什麼意思 雖然我也不喜歡如此 但你這份委託 一般的律師 絕對不會接下的 真的很抱歉 我 為什麼呢 這個 我不能說 很抱歉 請你回去吧 我已經沒有話對你說了 請問你和千羽姐 是什麼關係呢 她以前在我這裡工作 她是個很能幹的孩子 很快就把我的技術 全部學起來了 然後在某一天 突然要離開這裡 她一直惦記著一件 必須去做的事情 必須去做的事情 那孩子腦中一直是 她必須去做的那件事啊 從來都不曾改變 那個 好大的一幅畫 喔 你發現了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幅畫喔 很厲害吧 你看看這個天空的顏色 海的顏色 還有這個草帽的顏色 其實說行情 高達3億到4億元了 但是我絕對不會脫手的 我絕對不會賣給任何人 包括你在內 我才不想買的 絕對不賣 我也不買 好 怎麼有劇情 等一下要理我 下午3042分 嗨嗨 啊 結果如何了呢 你有沒有見到那位律師啊 嗯 有啊 那 那個 我 我覺得你 可能還是不要拜託那位律師 比較好耶 我看他的身體狀況不是很好 是我跟什麼一樣 我以為你這個謊話 講得 講 差太多了吧 發生了什麼事嗎 該不會是 被拒絕了吧 原來是這樣啊 當然那位律師放棄我了 那個 你的家人呢 我的家人 只有姊姊 我父親在我小的時候去世了 我的母親現在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並非已經往生 我們靈體家的女性 大概都會成為靈媒師 因為靈體家的協同 又有很強的靈力 最近15年前 我們因為一起事件 被捲入一場風波 然後我的母親 被某個男人 毀了她的一生 毀了她的一生 然後我的母親 就這樣失蹤了 過了幾年後 姐姐她說要去當律師 就這樣下山離開家鄉了 那你現在不就一個人 是啊 但我已經習慣了 而且 我要趕快獨當一面 不然靈體家的靈力 就要失傳了 原來這個孩子 一直以來 都是一個人在努力嗎 你說毀了你母親一生的那個男人是 距禁15年前 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命案 但是這件事情 引起非常大的話題 警察不擇手段 要想要逮捕犯人 反而警察當時決定透過靈媒 經過警察強烈說服 我母親決定以以免的方式 遭犯被害人的靈魂 我 真厲害 那然後呢 靈愛一度獲了解決 一度 因為靈媒的結果 我被逮捕的男人 最後經過調查發現 她是被冤枉的 這一連串的事情 是警方在機密下戒行的 但是 有個男人把這件事情報了出來 這個男人操控媒體 幫我母親塑造成詐騙寧美 然後 我的母親 就成為了全日本的笑柄 原來如此啊 小鐘 欸 小鐘 就是那個男人的名字 是姊姊告訴我的 小鐘 國…國家指定的律師 快要來了 下午10點 已經沒有時間了 該怎麼辦呢 難道我就這樣見識不就回家去嗎 我決定了 不管你怎麼說 我就要幫你辯護 我…為什麼 你問我為什麼 那…那是因為… 還有孤…孤孤感 其實我也曾經感受過 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為什麼那麼想當律師 那是因為… 只有律師… 律師… 可以邪惡這種孤獨無助的人 真小…我和你是站在同一邊的 我不能對你見死不救 瑞士先生 好了好了 反正就是這個樣子 請你多多指教 好…好的 請你多多指教 他突然被打好有精神啊 我想跟你做最後一… 最後的確認 你是清白的吧 是的 我決定相信律師先生了 所以律師先生,請你一眼 好,我懂了 既然如此,那我必須去催淚一些事情 那個可疑的女人 抽禮到底放了什麼東西 當我想要調查那個抽禮的時候 那個女人的態度有很大的轉變 你一定藏著什麼秘密 OK 歡迎館靈 啊,你,你是 啊,抱歉,我還沒自己介紹 好,我是這間房間的服務生 啊,是 不是來送客房服務餐點啦 那個,民視小姐呢 呃,客人現在在浴室裡 那麼,我先告辭啦 請兩位慢慢享用 欸 不,不,不是啦 我每次來到這裡都會遇上這些隨事 不過,現在調查房間的最大機會 啊,對了 問了一件事 哇,什麼事啊 剛剛有一通電話 叫打給客人的 是否可以請你幫忙轉答 是小鐘文化有限公司的小鐘先生打來的 是 小鐘文化的小鐘先生 這名字好像哪有聽過 小鐘文化有限公司的小鐘 毀了他媽媽一生的這個男人的名字 他還叫小鐘 難道,這是巧合嗎 先調查喔 這 這是 氣了,聽氣 那女人為什麼會這麼重心 松主沒事 果然是很可疑的人物 坐在飯店 這樣還帶來這個東西 這絕對有問題 好 這東西 就是明天神力神力時的武器 為了真銷 我一定要介紹這個女人的正面目 福神 你還在嗎 喔 我一定趕快離開現場 每次小姐 我們明星再會 好 各位 重頭戲來了 沒有等到這邊的觀眾 真是抱歉啊 誰叫我們這些人 就是沒有耐心的傢伙 本願在此宣布 開始靈禮真銷一案的整理 檢方 不是在準備 檢方已經準備完成 檢方準備完畢 對手是預見凝視 今天絕對不能有任何疏失 預見檢察官 請你開始進行開場陳述 被告靈禮真銷 在事件當時 人處於案發現場 檢方已經準備他放案的證據 以及目擊到他放案的證人 警方將會滴水不漏的證明 被告是有罪的 欸 哪還如此 好吧 那麼我們開始審理 現在 闖過第一位證人 對挺 首先是指揮現場搜查的戲劇刑警 正人 請說出你的名字和職業 我的名字叫戲劇歸件 是負責尋案搜查的工作刑警 戲劇刑警 那麼先開始說明事件內容 是 我先用平面圖來跟各位說明 小雕像 大雕像 被監視他側大雕像 小雕像 大雕像 我一個人 被害人 被監視偶打 失血過多而遲 雕像 是城市的小雕像 當時掉在遺體旁邊 小雕像並不是特別重 即使是女孩 也能夠拿它作為武器 那麼本願受理這個小雕像 為證物 大家還是只把他當作小雕像 那麼 刑警 是 你當時馬上逮捕了 人家現場的靈體生肖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有無庸置疑的證據 嗯 那麼 刑警 進行正面這項無庸置疑的證據 進行證述 好 重點來了 我接到電話報案得知有案件發生 馬上飛奔到現場去 現場當時有兩個人在 一位就是被告的臨體徵銷 好 另一位是辯護人 陳布堂隆一 我當時毫不猶疑 就逮捕了靈體增消 也由是 有通報者的募集證據 就會通報者 他親眼看到被告的那一刻 嗯 原來有人看到 方案的那一瞬間 原來如此 那麽 請陳布堂律師 進行詢問 呃 是 剛剛在證據內容 有什麽矛盾的部分嗎 被繞襲的證據 丟了東西過來 我來看看 姐姐和他證據中 找不到矛盾的時候 都會先追問證人 來嚇唬對方 不小心說出不該說的話 怎麽會是魔鬼律師的妹妹啊 好 我也來試試看吧 這威嚇的意思啊 怎麽了嗎 呃 不 那我要進行詢問了 好 威嚇 啊 追問 登登 欸 我跟妳講 用那個 重製版的那個 實定 妳要用中文字的話 呃 繁體介面 他都會用 呃 中文配音 我記得有那個 檔案可以修改成 中字然後日語 可是我怎麽沒有弄出來啊 我等一下看一下好不好 請問這是誰通報的 你明明知道的啊 還明明是顧問啊 就是位於案發現場 對面板東旅館的房客啊 在接觸通報的時候 一直到你解答現場 請問剛才花了多少時間呢 呃 這個嗎 我想大概三分鐘吧 這 怎麽這麽快呢 呵呵 本局 本月的精神標誌是 迅速出勤 也因為速度過快的關係 才沒有能放人逃走 然後呢 你說在現場看到兩個人 是誰呢 啊 啊 一位就是被告 這個沒唸過就不唸了 確定沒有錯嗎 你不要再裝傻了 一位是穿著奇妙和服的少女 另一位是鬼一直刺刺頭 你們兩個人根本是太顯眼了 先不管我怎麽樣 的確 他的打扮 確實很難難 很難難的認錯 沒差啊 我覺得 因為我的個性 因為詢問不會扣血 所以我都會問 理由是 因為有通報者的目擊證詞 記得剛剛 你是這麽說的 因為有無用自已的證據 才逮捕被告的 欸 我有這麽說嗎 是我說的嗎 是你說的 呵呵 那一位深 一身粉紅色的奇怪的女士 她的證詞 哪能算是無用自已的證據 什 什麽 好 每次小姐她並不可疑 也沒有一身粉紅色啊 不 不對 她確實是一身粉紅色沒錯 但是 她那邊太快了 沒辦法唸 好了 不要再說錯 喜劇行進 沒有其他更確切的證據了嗎 呃 原來追問有這樣的效果 我想到了 咦 我發現我把證據 順序搞錯了 我應該先講這段話的 那我賢姐 建議再次進行證數 OK 第二次 那我看了 我被駕駛犯後 接著我親眼掉台的現場 然後在遺體旁邊 發現了一張字條 字條上面又寫了 真銷兩個字 根據化學分析的結果 這些寫的是被害人的 而且被害人的手指上 也佔了一寫 也就是說 被害人在死亡前一刻 寫下了犯人的名字 有寒啊 這就是無憂之以的證據 在進入詢問之前 我想對寫君說一句話 是什麼事呢 為什麼你沒有先證述這一段話呢 非常抱歉 以後要注意一點 那麼編護人請進去詢問 好 每個都問 這時候你有發現什麼證據嗎 就算這條就在遺體附近 也不見得一定是被他人寫的 是喔 不然會是誰寫的 這 這個 當然是犯人寫的 這還用說嗎 你的意思是犯人自己寫在他的名字嗎 他是被陷害的 你等等 如果你真的找他這樣主張 請你提出證據 意見真是帥 哼 我知道你是辦不到的 既然你沒有證據 那就請你保持沉默 可惡 那 刑警 這條上面寫了什麼 這條上面寫 這條上面寫 OK 這邊寧過 你有證據可以指出 他是千雲小姐所寫的嗎 所謂的化學分析 具體來說是什麼呢 這個 例如說 調查血液成分 他拿著紅血球 不對不對 這紅血球還白血球 我 我要拒絕證書 我 我要 我又不是專家 去看 曉日行姐 下個月的薪製考核 我們就走著喬吧 痾痾痾痾痾 血是正在哪一隻手的手指上呢 是右手 嗯 清清解他是右皮子 沒錯 費夠薪水 呵呵 這..這個 的確有點 到此為止 證人對這件事情有何感想 並不是問題的重點 問題是 被害人寫下被告的名字 也就是舉罰自己的妹妹 指出他就是殺害自己的犯人 肅敬 沒錯 沒錯 遇見檢查官說的沒錯 好 我知道了 這個 謝日銜姐 有一件事 我想確認一下 你現在正在主張 被害人千尋小姐 寫下這段文字 舉發被告 頂禮真銷為本案的犯人 你是這樣意思沒錯吧 什麼意學 你根本問這麼刻意 當然是這樣啊 沒有人 其他人可以寫下這段東西 你說反了吧 刑警先生 說反的 唯一無法寫下這張字條的 就是被害人 這是你們檢方提供的資料 招盾7毆打 即刻必命 被毆打後 不是當場死亡了嗎 咦 咦 以什麼以 書金 的確 電護人說的沒錯 一個被毆打即刻就必命的人 是無法留下什麼訊息的 電護人 抱歉打擾一下 你手上的結果記錄 是什麼時候拿到的呢 什麼時候 按發 隔天 記得那是在案發發生隔天拿到的 你手上的資料是舊版的版本 電護人 什麼 昨天經過我的命令 警方進行第二次的調查 被害人被盾器毆打一次之後 陷入幾乎即刻斷氣的狀態 但是在完全斷氣之前 有可能存過了數分鐘的時間 這是我今天早上拿到的分析報告上面寫的 怎麼會這樣 也就是說 被害人他有足夠的時間在字條上 寫下真銷這段文字 以上 是我的報告 原來如此 裝模作樣的傢伙 辯護人 你那是什麼眼神 你有什麼話想說嗎 戲劇刑警 你這樣甩這種招數 這樣拿這種錯誤的記錄給我 呃不 我那個 戲劇刑警 你怎麼可以把錯誤的記錄交給人家呢 這樣是不行的哦 啊 是 很抱歉 這是你的舒適 下個月的行事考核 我們就走走橋吧 又要走著橋的嗎 唉 怎麼放著 數分鐘的時間 老實說我覺得這個記錄也很瞎你知道嗎 怎麼叫做可能有數分鐘 這種結果幾乎是不能有可能這種字眼的吧 要嘛就是確定 要嘛就是不確定啊 可能有 是怎麼換定的 可能就很不確定的感覺啊 這到底可不可以相信啊 好啦 這不是重點 如何呢 被害人留下的訊息 舉發犯的可能性 可以說相當的高 我想有如此推特是很合理的 可惡 真糟糕 那麼 就請下一位正人入庭 這位正人目睹案發那一瞬間 可以說是悲劇的獸 被扣兩次了 沒心神了 請松阻沒事小姐入庭 那女人既不悲劇 而且也不是少女啊 這成步常會想在內心吐槽人家 請正人告訴我們 你的名字 我叫松阻沒事喲 請多指教 正人只是說出名字 不可如此喧嘩 正人 你也不要隨意眨眼 好 案發 案發現場 9月5號的晚上 你能在哪裡 嗯 沒事啦 當時正在出差 就在那間商務旅館 那間旅館 我是在當天下午登記住宿的 是案發現場 零零法律事務所對面那間旅館嗎 是的喲 那麼請正對你所看到的事情 進行戰術 事情發生大概晚上9點多吧 沒事晚上外看出去 結果啊 看到一個長髮的女人 正造出攻擊哦 攻擊她的人 當然就是坐在被告行的那個小女生 長髮的女人曾經一路賞過攻擊 但是那個女孩追得上去 然後就給她致命一擊 那個女性就 嗯 那個女性之後就全身無力 倒了下去 就這樣囉 每次看到的就是 是 這樣 嗯 你怎麼看呢 沈判長 的確 沒有任何的疑點 看來 我們不需要再浪費時間了 請等一下 什麼事呢 辯護人 我還沒有做詢問 可是剛剛這段證書 感覺 應該是沒有什麼疑點 記得你是靈你千尋的徒利吧 她的做法 我很清楚 不斷追問證人 找人與病 這種卑鄙的做法 什 什麼 那辯護人 你要做詢問嗎 當然 我會進去詢問 遇見很明顯不想讓我們對沒事進行詢問 那個證人 他一定產生什麼弱點 好的 知道了 那麼就進行詢問吧 為什麼要往窗外看 本來這個啊 怎麼了 只是提出 不 不清晰的問題 為什麼這麼難以啟齒 沒什麼理由啊 不對 就是突然想開窗外而已 可是 一定有什麼原因才能讓我們看向窗外的吧 哼哼 辯護人 請你不要做這種卑鄙的行為 卑 卑 卑 我會一起有的沒的 卻影響正人的情緒 這樣的行為 絕對不被允許的 全身無聊 全身無聊 你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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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要一直提示我 我沒有想到那麼笨 結果啊 看到一個 OK 在那邊唸過了 我 也 我也覺得他剛才是故意推給戲劇的 身材蠻小的 算挺漂亮的人吧 挺漂亮是吧 那你有目擊到攻擊他的人嗎 為什麼我們會知道 這個人是被告 因為他的體型就是一個女孩子的體型嗎 而且他的身高也蠻矮的喔 現場符合少女的體型 身高不高的人物只有被告一位 所以毫無自已的餘地 請等一下 剛才的正序不太對勁 有什麼不太對勁的 每次消息 你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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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 先存個檔 我剛剛沒有仔細看 並沒有目擊到現場 他剛剛說什麼 我根本沒有仔細看 我都要努力配音 應該是E吧 目擊到現場 我覺得是E 是E嗎 還是說謊 你真的有目擊到被告嗎 你真的有目擊到被告嗎 還有選對了 辯護人 請問這是什麼意思 對啊 你是什麼意思 每次真不敢相信 聽好了 如果你這樣有目擊到你引起真效的話 你應該會先注意到服裝 而不是體型 如果各位所見 他身上穿了奇特的和服 而且他的頭髮綁成這樣 也不算是常見的髮型 但是 在證人的證書當中 卻完全沒有提到這點 這種事情不可能發生的 這 這個 但是 死法短晚 他是否還是這個模樣 沒人知道 他當天也是這副模樣沒錯 我親眼看到的 而且 剛剛那位戲劇刑警 他也有看到 如何呢 美姿小姐 哼哼 什麼啊 美姿我有看到啊 我只是覺得 沒必要講那麼詳細嘛 真能 請你記得要將所有看到的東西 全部講出來 對不起嘛 美姿還相信你的 那麼 請再來進行一次證書 可惡 看來沒辦法一次把形式搬回 哦 這是新的是不是 哦 新的證書 沒事 可是我很仔細在看到 那個被駭人 他躲過第一次攻擊 逃到右邊的方向 之後穿著和服的那個女生 就追著上去 然後就用手上的胸膝殴打下去 胸膝 我也有看到哦 就是那個時鐘 他的外觀是沉思者那個小雕像 怎樣 我看得這麼清楚 你們總沒意見了吧 原來如此 如果你一開始都說得這麼詳細的話 就好了 好了 先見邪詢問 那你有看到我嗎 那當然囉 你那個刺刺頭 我可是看得很清楚 刺刺頭 是從你的方向看過去的右手邊嗎 恩 因為拿筷子的手是這邊 對是右邊 沒有錯的哦 你怎麼這次都記得要講和服的事了 不要贏過暖閒事 啊對了 我還有看到他的頭版的像糯米團哦 是從現場桌上拿起來的 原來如此 這個兇器是怎麼樣的東西呢 你說他的是時鐘是吧 好 OK 這我已經知道要用哪一個證據出事了 怎麼了嗎 你在想什麼呢 終於做到把柄了 OK 我們先威嚇完好不好 欸喔這邊按過了 對不起 好來吧 在上一章中 我們也是靠這樣出示證據的 OK 沒事小血 你知道你剛剛講出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嗎 什麼 你別想嚇唬我 這個沉思者 你說他是時鐘 但是 只有看到他的外型 是不可能知道他其實是時鐘的 前陣子在類似的狀況下 也有人不小心說他是個時鐘 而且那個人物 後來發現 他是個殺人犯 數進數進 沒事小姐 為什麼你會知道 他是個時鐘呢 對 正等他募集到方案的瞬間 這才是唯一重要的一點 辯護人只是聲東即西 不斷抓牛角線來混搖士廷 的確如此 本願撥毀辯方的詢問 這是我的做法 我曾經透過這樣的方式 最後找出事件的真雄 本願認可 陳部長律師一 正恩 請你回答問題 請你回答 為什麼你會知道兇器是個時鐘 那是因為 是因為沒事聽到了啊 對 沒事聽到了 那個時鐘在BOSS 難道說 你曾經去過林尼法律事務所嗎 怎麼可能 我怎麼可能會去那種地方 我只是從旅館的房間聽到的 聽你在放屁 林尼法律事務所和辦公旅館非常的近 其實聽到也不奇怪 怎麼樣呢辯護人 這樣你接受了啊 接受了嗎 不 不能接受 因為 聽好了 那時鐘是不可能想起來的 因為它壞掉了 裡面沒有機械的部分 這個時鐘現在是被溝通的 現在裡面沒有機械的部分 為什麼你會知道這種事 總之請調查看看 現在馬上 怎麼樣呢 承判長 別人說的沒錯 這個時鐘裡面 機械的部分不見啊 是空的 陳布棠律師 請問這是怎麼回事呢 陳布棠一所見 這個時鐘它的機械部分 被取出來了 所以是不可能想起來的 所以說 所以說 這個這個 他是個大騙子 你真的很愛逗人笑呢 這位新手律師 難道他只要知道 時鐘裡面有東西的 看來有關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的確 時鐘現在是空的 他不可能想 但是 這個時鐘的機械部分 是什麼時候被拿走的 如果說 他在正人聽到聲音之後 才被拿走的 那就沒有矛盾了 的確是有這樣的個人性 也許時鐘內部 是在沒事小姐聽到聲音後 才被拿出來的 你說的沒錯 陳辦長 你認為如何 被護人 你有辦法證明那個機械 是什麼時候被拿走的嗎 哼 怎麼可能辦得到這種事 辦得到啊 什麼 遇見檢察官 謝謝你也知道 你說在法庭上 證據就是一切 是吧 那就讓你看看 你最喜歡的證據吧 能夠證明 時鐘機械部分 何時被拿走的證物 就是 請看看這個 喔 真可愛的手機啊 哇哦 畢基斯先生 你好像女孩子喔 不不不 這不是我的手機啦 聽好了 這是被告的手機 而且這東西裡面 有錄一下 案發當天被害人 以被告的對話內容 說我借 說我借 被 被告手機 我怎麼不知道 這箱東西 也許是一具刑警看漏了吧 可惡 下個月行之考 又走的是橋 唉 吸氣刑警真可憐 總之 請各位聽聽看 好 也就是說 死鐘的機械部分 在案件發生當天上午 也就是 正人來到旅館之前 就已經被拆掉了 好了 沒事小姐 請讓我鄭重的問你一次 你究竟為什麼會知道 兄弟是個死鐘呢 這 這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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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哪一家店看到的呢 沒事完全忘記這回事了 以前曾經看過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合護邏輯的 辯護人 這樣是我沒問題的呢 我按錯了對不起 對不起我按太快了 應該要選第一個 很簡單 這個時鐘不可能出現在一般的店家 那是我朋友親手製作的東西 這個時鐘在世界上只有兩個 一個在這裡 而另一個只是被保管在警察手中 怎麼會 好了 繼續看你拿什麼理由來狡辯吧 不 還是說 你已經找不到理由可以狡辯的呢 那邊超級賽亞人 哇好兇喔 你是怎樣啊 你這個刺刺頭 欸這講那個POSE 到底是怎樣 那個你的幹的 趕快拍他仔細 等一下 這是法庭 正然 請你要冷靜 沒事 真是的 我好像失氣理智了 真不好意思 正然 不能由本願來問你 為什麼你會知道 這兄弟他其實是個時鐘呢 誒 扁護人 你的見證啊 好的 那請來讓我說明我的看法 說得沒事 為什麼會知道這個兄弟是個時鐘 那是因為 正能不曾將那個時鐘 拿在手上過 但是他曾經聽說這個東西是個時鐘 是 曾經聽說 是的 這個他我也能知道 陳斯者是個時鐘的方法 而且 我也能Q出證據 哦 這真是有趣 那就請你出事吧 請拿出能夠證明 曾經聽說凶器是個時鐘的證據 請看這個東西 那那那是 這是我從沒事小姐的房間找到了 辯護人 這究竟是什麼 松鼠沒事小姐 你竊心被害人 靈靈千許小姐的電話對吧 承犯長 辯護人根本是胡說八道 但是 這人持有竊心器 這件事確實令人在意 難道說辯護人想主張 正能竊心別人的電話內容嗎 是 我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必須先證明一件事 那就是 被害人在電話中 是否曾經提到這家凶器為失重 你有辦法證明這件事情嗎 當然可以 簡直是一乳房長 因為我有證據 能夠證明被害人曾經在電話中提到這項證據 這證據是 啊不是 啊就這個啊 哎 這是被告的手機 松鼠沒事小姐 你是使用竊心器 竊心器 竊心他們對話 所以你才知道 沉思者是個失重 我有說錯嗎 閃放長 辯護人根本是胡說八道 我到底是否在胡說八道 請我們看正能的表情 對方要求正能回答問題 正能請你回答 正能 吵死了 你這老兔女 你們都這樣聯合起來 欺負沒事 這樣欺負沒事 你們都這樣子 哼哼 啊 呵呵 還在哭 一定要趁這個時候 給它正面一擊 為什麼要做切心這種事 請你回答 為什麼我一定要回答這種問題呢 這和兇殺案沒有關係吧 聽好了 你竊心的是這起兇殺案的被害人 這不是太可疑了嗎 雖然辯護人的說法不是很醜當 但心境可以理解 守護人的正恩 你有辦法證明你跟殺人愛沒有關係嗎 女士先生 你這是什麼表情 女士說你今天在想 哼 怎麼可能辦得到對吧 真是遺憾 我當然辦得到啊 哼 好冷的傢伙 怎麼可能 這台詞已經過時了 聽好了 爆發當時是晚上九點多左右對吧 那時候旅館的男服務生有來 提供客房服務給沒事 客 客房服務 沒事請人送上冰咖啡上來 你知道冰咖啡這種東西嗎 不趕快喝掉 冰塊就會融化 變成補光的咖啡哦 冰 冰咖啡 如果你覺得我在說謊的話 你可以問問服務先生哦 也就是說 他當天並沒有前往現場 所以說是什麼意思 很遺憾 正能切聽被害人的電話 這似乎是個事實 但是 這件事和本命案 是毫無相關的 是兩回事 而正能目擊被告 零零簽下殺人的瞬間 正能就是一項事實 可惡 這樣下去 快被他逃掉了 必須要把沒事跟蜜雅 牽扯在一起 否則沒有要勝算 辯護人 你是怎麼看的 這 這個嗎 只能針對服務生呢 好 先洗個澡吧 我們先進去啊 暗場懸敵這胎子導入措施啦 為什麼 告訴我理由 因為警方認為 竊聽和凶殺案 毫無相關性 我可以同意你對服務生進行詢問 條 條件 假設你對服務生進行詢問 最後 人無法打破松竹沒事不在場證明 那麼當然 松竹沒事 就不是此案 的犯人 如果發出這樣的結果 你就這樣承認 靈靈真孝的有罪判決 這就是條件 只能接受哦 好吧 我就接受你這項條件 壞蛋 中計 那 那個我還是 呵呵呵呵呵 那麼 就來聽聽服務生的說法 這是一位 符合服務生形象的男人 是 今天在工作沉默邀請 你只本人來到這裡 那麼我想 您所中的茶劇組也挺重的 就請你馬上進行正序吧 我是板東旅館 服務生主管 記得那天晚上8點多 沒事小姐打電話過來 她希望我在9點10 送冰咖啡過去 因此我在9點 將冰咖啡送到她的客房 冰咖啡確實拿給這位女士沒有錯 幹嘛變忽然 請進行詢問 我怎麼都做 在對海管裡入住 退房 各房打草 房間整理 針對客房服務也是我送的 沒事小姐的入住登記 當然也是我處理的 請問你平時 講話都這麼裝模作樣嗎 變火爛 請你不要詢問這麼無聊的問題 是每次小姐本人的聲音嗎 沒有錯的 為什麼這麼有把我 因為這位客人入住登記 是由我來處理的 登記時 我看到她美麗的龍眼 也聽到她美妙的聲音 正常那時候 我就一直注意她 不不不 咳咳咳咳 不不不 總之 我跟她印象 很深刻 然後 怎麼樣的呢 在九點整的時候嗎 是的 她強調了好幾遍 她說 正在看電視 希望人家看電視 的同時喝到 九點 也就是放暗的時間 你是九點整送到了 我叫好是九點整的時候 上到房間的 服務生 拜託你 每次想要在九點整的時候喝咖啡 就像這個樣子 於是我在九點整室 敲了美式小姐的房門 刻意安排好的 我只能練習年輕人的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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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女士 給了我一個吻 就是臉頰的地方 我想她一定是喜歡我吧 因此我對她印象深刻 請 找不到線索 難道已經沒救了嗎 哼哼哼 看來你終於懂了 這位服務生 他不需要說謊 好了 你是否可以請你結束這無聊的詢問 說的也是 那麼正恩 感謝你的合作 請等一下 有什麼不太對勁的啊 請讓我問最後一個問題 四道路心還想問什麼 不管你做什麼都是沒用的 請冷靜遇見檢察官 陳牧坦律師本願允許你再提出一個問題 課房服務 我是在九點整送到沒事小姐三尼三號課房 一共是1800元 為什麼重點在這裡 是的 畢竟是兩個人的費用 什麼 你剛剛說什麼 不是我那個 依照你的說法 每次小姐的房間裡面 當天入住的房客有兩位嗎 總之檢房姑且提出異議 本願不回此異議 請你回答正人 是這樣的沒錯 為什麼你沒有說過這件事呢 因為沒有人問問我啊 太可疑了 就算沒有人問 通常是會提到的吧 不 其實是這樣的 是那位檢察官先生 這叫我沒有人問 就不要講 可惡 你這混帳服務生啊 贏了 贏了 松主沒事當天是和另外一位男性入住雙人房 是這樣沒錯吧 是的 然後你在送上客房服務的時候 你沒有看到那位男性 是沒錯 嗯 嗯 審辦長 既然如此 欠見官不好被被告 理警生效做出任何的判決 因為目前還有另外一位 極度可疑的人物 我說的沒錯吧 遇見警察官 你是在說誰 這個人物就是 就是很沒事一起入住的男人 各位聽好了 松主沒事他確定被害人的電話 這是已經被證明的事實 而他本身在案發當下 是有不在場證明的 但是 很沒事一起行動的證明男性 是有可能犯下此案的 而且在案發的當時 服務生來到房間 卻沒有看到這個男人 死到如今 哪能接受你這種邏輯 死到如今 遇見警察官 本案死到如今 才終於救出這位可疑的男人 還不都是因為你隱瞞他的存在 竟然被你 這種外行人 我遇見竟然 難以置信 到此為止 本願接受辯護人的主張 前方請這對正面男性 進行完整的調查 知道了嗎 了解了 那麼本日靈靈真銷的神靈 就到此為止 本日宣布 今日就此必停 9月7號下午2點24分 地方法院被告第一休息室 浴士先生 太棒了你也好帥喔 真的嗎 我剛剛快叫出來了 是嗎 不過那個檢察官也挺帥的呢 看他翻起白眼 上樓嘴唇的那個表情 真讓不見很激動呢 真的嗎 那我現在的狀況如何呢 我已經可以回家了嗎 不 我想應該還不行吧 這樣啊 不過在今天的法徑中 已經找到很重要的線索了 很重要的線索 那就是跟美式在一起的那個男人 很難喔 啊 原來如此 對了 美式小姐他後來怎麼樣 好像被抓了 他活該 卻去囉嗦 應該可以見到他 總之呢 事件還沒扣的解決 嗯 是 我將這邊那個男人進行調查 然後就是他幫他借借 我想應該是的 放心吧 在明信之前 我一定會找到答案的 拜託力士先生了 我也要拿來作為 明天法庭中使用的武器 我要一份 松竹梅士將法庭證詞 徵領過的文件 但很遺憾的 因為松竹梅士的證詞 大部分是謊言 所以要戰術中提到的 只有下面一句話 這種東西 能成為武器嗎 好 OK 未完再去 這是一個段落結束了 OK 好